现在讲的这个叫 当你移植外来的器官 就引发了排斥作用 是不是能免疫反应过度了 我希望你这个器官可以救你 救你对它过度反应 它当然也属于过敏的一种 而且它是属于第四型 就是由包毒T细胞执行的 好那为什么会展现这个排斥 我们机制上已经在第二节提过了 因为你外来的细胞写个Y 你表面的MHCY 根本是不对的呀 此时我的包毒T细胞 包毒T细胞就去辨论 发现你的MHCY让我不认识 它就会分泌一些物质来把你杀死 好那杀死过程是这样子 首先你不会移植器官 马上就排斥排斥 不会那么快 通常一个器官移植来 像这个以皮肤移植为例 这个皮肤进来之后 它是没有养分养气的怎么办 必须要有血管长进来 来提供养分跟养气 我写个养跟养 再把养分养气来了 但是血管不是只带来养分养气 也带来免疫细胞 这些免疫细胞就会过来辨论 这些外来的细胞 发现你有问题 就开始杀它们 杀它们之后 你的这些外来的组织就开始溃烂 溃烂的过程会产生毒素的 这个毒素会造成你的肾脏急性病变 会死人的 所以甚至在早期 那个器官移植 技术没那么好的时候 我换个皮肤 哇 严重排斥 怎么办 挖出来 如果继续留着 它所产生的毒素 会让你死掉的 所以你会挖出来 然后再用个人工肤脑先撑着 然后再赶快找什么好的皮肤可以用 但现在移皮肤移植 已经有更好的技术了 你今天手部有大面积的烧烫伤 我可以说你的大腿 割皮肤下来 然后在培养机中养大一点 然后再回来移植你的手 所以现在可以用自己的皮肤细胞 移植给自己 当然经过培养 那绝对不会排斥 自己的细胞就不会排斥了 以上就是器官排斥造成的问题